凤仙战神美藤真喜雄 钢铁肉体明海大王 乌亚流霜龙美藤龙也 凤仙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掌门人金王 这些人物无疑不是凤仙历史上的一代风云人物 但是你了解凤仙那位初代掌门人吗 那位传说中带领凤仙大杀四方的四门佛陀 上集讲到我倒为了说服自己跟随四门佛陀选择向其发起了挑战 原本四门并没有什么战役 但是伴随着我道一句你根本就不帅 四门的战火也被成功激起 的确现在的四门不光在异性的眼中不帅 就算在男人的眼中也没有了昔日的霸气 不过当四门起身这场对决此时才算正式开启 只见起身后的四门一击杀伤力十足的重拳净 直便轰在了我倒的脸上 一朵朵血花也在其的脸上盛开 虽然这一击对我倒造成了不清的伤害 但是他还是摇摇晃晃的再次站起 而他也因为这一拳变的异常兴奋 必定这才是他心中的四门佛陀 眼看我倒再次起身四门也缓步向其走去 现在的四门也终于找到了西域的感觉 然而这个时候我倒却趁四门大意一拳便轰在了其的脸上 不过对于四门这种怪物这样的拳头可给他造不成任何伤害 反观四门也顺势一拳轰出 而这看似简单的一拳竟然将我倒整个人轰飞树米 从这一拳中也可以看出二人实力上的差距 虽然我倒在实力上比不上四门的一半 但是在意志上却不遑多让 凭借着过人的意志他竟然能与四门打得有来有回 在他们二人相互挥舞的拳头下 汗水也裹挟着血水在空中乱舞 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此时他们都已被鲜血染红 但是始终没有一人倒下 虽然我倒已然达到了极限 可他也愈加的兴奋 因为这才是他心中的四门佛陀 那位值得他跟随的男人 伴随着最后一拳的轰出 这场对决也正式结束 在我倒的影响下从今天开始四门也将正式参与到凤仙争霸之中 而我倒也将成为四门在凤仙内的第一位手下 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凤仙已被大空大舞与维也亮收复了大半 现在也仅剩下四门佛陀等遥遥几人还在赋予顽抗 等将他们全部拿下大空大舞也将正式向灵兰发起挑战 而四门与我倒在经历之前那场对决后关系反而变得比以前还要好 可就当他们前往凤仙的路上一位留着黑色背头的少年却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并一拳轰在了四门的脸上 在将四门轰飞数米后他也大声宣布道 我乃是掌管凤仙一般的柳川正人 要知道在大空大舞与维也亮的运作下 现在但凡能在凤仙留有头发的人 无意不是泛泛之辈 由于柳川正人出手实在太过突然我倒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反应 只来得及喊出四门的名字 不过当柳川正人在听到四门佛陀这几个字后脸上却发生了变化 至于这位柳川正人究竟是谁 而凌兰与凤仙的新生争霸赛又将如何 我们下集继续 最后请大家长按视频点击打赏送我一朵免费的小红花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